环膜和压滚对颗粒机有多么重要 你知道吗 环膜和压滚是颗粒机 也称为颗粒饲料机 生物质颗粒机等中的关键部件 它们对颗粒机的性能和颗粒质量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环膜和压滚的孔径和压缩比 直接影响颗粒的密度 形状和光滑度 良好的颗粒质量 对于饲料的消化率和动物的采食意愿 以及对生物质颗粒燃料的硬度 光洁度至关重要 环膜的孔径、孔束和压滚的压力 会影响到颗粒机的产量 优化这些参数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环膜和压滚的磨损状况 会直接影响到颗粒机的使用寿命和维护成本 耐磨的材料和合理的维护 可以延长这些部件的使用寿命 正确选择和使用这些部件 可以保证颗粒机的稳定运行 提高生产效率和颗粒质量